相信大家近日有看新闻 都知袁文洛这期很红 因为他之前拿了珍藏拍卖 部分收益会捐给愿望成真基金 帮患重病的儿童实现改写生命的愿望 拍卖已经结束了 其中这个NFT艺术品 以超高价3385万成交 比股价400多到600多万多了很多 他都很开心出铺多谢支持 除了NFT他还有捐出一幅名画 同一只极罕有的劳力士Deytona RCO型号6263 股价大约是1200万港元 不过 不合听的话你想不想听? 说吧 这只标最终好像刘柏 就在拍卖前有外国收藏家在网站说 标在15年卖出的时候并不是RCO 谁知道17年再卖出的时候 就变成了极罕有的RCO 收藏家质疑 如文乐捐出那只 而似是职目标 提出了很多证据 拿了15、17和21年的相片做比对 发现绿色圈着的痕迹是一样 标心里面 标底的花痕也一样 就连证书和欠残的地方都好似 看回佳士德的网站 拍卖完了 成交总额是12160多万 而在楼栏拍品那里 亦见不到那只极罕有的Deytona 究竟这东西是真品呢? 还是职目标呢? 难道如文乐买的时候已经中伏? 相信要玩开LOW的收藏家 才会鑑定 佳士德回覆我们说 Deytona的确找不到买家 真确性方面 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 以及会采取适当措施 去看拍卖品